愛情降臨了 帶走了 孤寂的城門 我朝你狂奔 我好深刻 你是否都還記得 當初多認真 相信著 可那陣熬了 被世界拉著 我被證斷 承認的矛盾 能不能回到過去呢 過去那種快樂 溫熱的愛著 能不能選一個人 填飽愛的幾個 多困了又然後呢 能不能給我一個碗 不該一絲冰冷 溫暖我的唇 能不能就繼續放任 讓我們逃避著 跑成了一段永恆 能不能 潘執行長 妳好 恭喜拿到的案子 難怪那天你敢那麼囂張地 掛我電話 原來早就計畫好了 現在我被犯了 你開心了嗎 什麼計畫 你說這世界公平嗎 我做的事情你們男人也在做 差別只是因為我是女的 所以感覺特別刺眼是不是 很多事情跟男女沒關係 如果妳可以改變一下 妳的處事態度 或許事情就不一樣 好 別再講大話教訓人了 再怎麼樣 我也是靠自己的能力 走到今天這個位置 妳不就是有個好爸媽在背後幫妳嗎 妳還以為妳真的那麼厲害 大家都喜歡妳的設計 做到倒楣 算是得罪錯人了 不過山水有相逢 老闆 她剛剛的意思是 是 陳美 談合約的事先交給妳 我先離開 聽說妳有好消息要告訴我 聽說妳有好消息要告訴我 新客的趙政案我拿到了 可是爸 妳應該早就知道了吧 父親幫兒子 本來就是天津定義的事情 有什麼不對嗎 是沒有不對 我只是沒想到 妳沒想到的事情還多著呢 這個社會 本來就是一個共利的結構 人既然是在社會裡面的動物 就必須為了共同的目標互相幫忙 這才是做事情的方法 更何況 我們是義家人 妳有了困難 我能夠袖手幫關嗎 明年我就要開始幫選舉的事情了 等妳那個興奮的案子告一段落 就回公司幫我的忙了 可是事務所的業績越來越好 我本來還打算 妳那間小小的事務所算什麼 努力賺了一年的錢 也不過就是建設公司的領導 我已經讓妳玩了這麼多年了 妳打算熱情到什麼時候 妳接下星河的趙政案 在業界來說 已經算是小有成績了 這個時候回公司幫忙 是不會有人說閒話的 董事長 那個王總經理來了 就這麼決定了 今天晚上一塊吃飯 待會兒跟我一起回家 對了 妳現在的身體 現在休養得怎麼樣了 你們是不是該計劃一下 繼續生小孩的事情 畢竟一個完美家庭的形象 對我的選舉來說是很重要 妳看起來氣色很好 身體都恢復了吧 是 媽 那天我跟妳說話口氣是重了點 不過我也是關心妳了 現在呢妳只要放鬆妳的心情 然後呢好好的調養 只要妳開心瘦妳就開心了 沒事呢就都回來走走 我幫妳補補身體 最好妳們就搬回來 以後要懷孕啊 家裡有孩子啊 那就更熱鬧了 抱歉妳的門夠不夠 不夠我再切 不不不 兩片夠了 我叫妳去看市立醫院的劉主任 妳到底去了沒有 醫院好了明天就過去 怎麼沒看見邵芬 怕她爸媽跑出國去了 發生什麼事了 還不又把工作給辭了嗎 我是覺得也無所謂 女孩子加拿 最終就是要嫁人的 但她爸就愛面子 又喜歡拿她跟邵芬比 媽 爸 其實最近我準備出去 趕快就要連燈了 都回來了 準備開飯了 來 有什麼話待會兒再說 先準備好我出去吃飯吧 來 幫我把菜端出去 來 好 來 稍微 來 就算孩子要出國 也應該等吃完這頓飯再走嗎 看妳這個當媽的 把邵芬寵成什麼樣子 來 來 邵文 你愛吃得乾淨許魚 嚐嚐看 對了啊 今天我們家裏面有個喜事 應該開個酒慶祝一下 陳早 讓王總送的那個紅酒打開 好 你什麼事那麼開心呀 好 是邵文 她呀 拿到了星河集團的造證案 這對一個新開業的建築師來說呀 不容易啊 星河集團的老總不就蕭董 是連老球友的嗎 那這案子當然要給邵文咯 老朋友歸老朋友 最重要的是邵文的才華呀 能夠讓人肯定才行 邵文 這一次表現得不錯 來 我們大家舉杯 一起呢 慶祝邵文拿到大案子 來 來 尚文這個事情哪 確實讓我安了一半的心 至於另外一半 什麼呢 宜貞 爸 你得加把勁了 身體羞嚷得怎麼樣了 謝謝爸關心 好多了 好 有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說 我要出去工作了 邵文 這是你清楚吧 是 我也跟邵文提過 而且我覺得 這件事情我可以自己做決定 女人家的本分就是相夫教子 嫁進家裡面多少年了 孩子生不出個半顧 正事不做還想去外面找工作 我想 宜貞可能是想到師母所去工作 這樣夫妻倆就可以常常在一起 感情會比較好 對不對 你們兩個商量好的吧 媽 您誤會我的意思嗎 我們沒有要去幫邵文 我是要去別的地方工作 邵文 是 你太太知不知道她自己來做什麼 出去工作 又不是不生小孩了 沒這麼嚴重吧 進完了義務再跟我談權力 都已經是結了婚的人了 還跟邵文一樣耍孩子氣 反正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任何的決定都不算數 爸 請你給我們一點空間好不好 這是我們夫妻倆的事 我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就好了 你可以放心 我們不會讓你擔心的 好餓啊 好不容易大夥在一起吃個飯 有必要要這樣嗎 你有什麼事 我們吃飽了再人說幹嘛 芸燕 芸燕 你們到底怎麼搞的 難得你爸高興要替邵文慶功 你什麼時候不好講也非挑這個時候講 你是怎麼搞的 你嫁進來那麼久 你不曉得你爸的脾氣更新嗎 有什麼好慶祝的 我寧可他不幫我 我吃了 我們走 邵文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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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宜子 爸媽那邊妳不用擔心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 剛才謝謝你幫我說話 但是我在想 是不是要找個時間 跟爸解釋一下比較好 不用 他很清楚我是針對馨河的案子 跟他吵的 不會怪你的 不過誰說好 就算他出去工作 我也不希望你太忙 因為 回到家可以看到太太 幫我準備宵夜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明天還要工作 早點休息吧 幫 age 快 回 capture wirklich 我們應該提花一下 神還醉了事 走吧 放輕鬆 又不是做功課 不要了吧 我今天有點累了 你要去哪裡 寫日記 這件事很重要嗎 寫日記已經是我的習慣 一天沒有寫 就好像什麼事沒有做完一樣 我就寫一些生活瑣事 明天再寫不差 那天我在書房找東西的時候 我發了一下妳的日記 那妳看過之後 覺得怎麼樣呢 別人寫日記都是寫一些 不想讓你知道的秘密 但是 妳卻聽寫一些生活瑣事 那是因為我生活不能簡單 能寫就只有這些 還是妳故意不把秘密 寫在日記裡 而是沉在心裡面 怕我知道 那妳呢 妳有沒有什麼 不敢說的秘密 沒有啊 我有什麼秘密呢 那我也就沒有 睡吧 妳到夥伴要出去嗎 今天有公司要去應徵一下 等一下 早餐才五分鐘就好了 那我等會吧 一個女生 我要阻止 一個女生 不可以 绍文 早餐好了 好 马上过来 早餐 几个杯咖啡吧 出去了吗 手机没带 机车也在啊 乖乖 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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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上恩 上恩 乖乖 很丑 那你没事装饰干嘛 店开了也不顾 东西被他搬走你都不知道 你感冒 你不会是得那个最新的流感 不要 不要传来给我 那你来干嘛 没有 我想假借跑业务致命 找你去吃一下新开藕阿米酸 你好像很严重 要不要去看医生 没事 你小感冒 我睡一下就好了 可成这样还小感冒 你不要到最后变成肺 我跟妳讲 严重 麻烦 那有乌鸦嘴 算了 我直接打掉给香气 我要带你去看医生比较快 不要打理他 他现在在上班 你不要打理他吗 那天晚上露营 你们两个都没有来 那你后来有跟他求婚吗 还没机会说 我们就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我现在好奇点没看到他 怎么好像攀岩抓不到盈点 爬不上去还四处下坠 你们两个没问题吧 你才有问题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有什么问题 也能够好好沟通一下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跟他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 难得见个面 那说没两句就吵起来 害我都懒得开口 我这个作品 在旁边看你们两个 好像不太乐观 他到底还不爱你 老实说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香启 剩你了吧 你忙在洗手间里面 不好意思 聽說你這樣昨天都睡在公司裡面 怎麼了 跟另外一半那麼滾命了 憶兒 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 鬧得很僵的時候 你都怎麼解決 這種狀況 你也只能多溝通吧 像我女朋友 真的就很受不了 我的工作作息 我們還找到快要分手 後來就把話講開了 所以到現在就相當無私了 但是如果我已經把話講開 可是對方不接受 那不是很殘酷嗎 拜託 不講出來才殘酷吧 而且你不說 你怎麼知道問題只有這樣 說不定還有其他問題 你沒有發現 反正 要嘛就是一方 退讓成全另外一方 要嘛就是好聚好善的 和平分手了 除此之外 我還沒看過其他好結局的 我也是 很煩 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加油 加油 沈小姐 履歷表上的工作經驗 直到五年以前 可以請你說明一下嗎 我把漢先生一起在建築界服務 因為家庭因素暫時離開職場 不過我和先生共同完成不少案子的規劃 所以 你打算現在再重新開始跨入職場 那你的家庭因素都排除了嗎 是的 我願意從最基層的助理工作開始做起 我有資金可以做好 冒昧的請問一下 你的先生是哪一位 李少文 李少文 不好意思啊 我去打一個電話 你稍微坐一下 好 沈小姐 剛剛我和我的長官討論了一下 由於你沒有提供你的作品 所以可能不太符合這次應徵的資格 不好意思 今天趕過來應徵就沒有準備 那我可以回去整理好作品再補送過來嗎 也可以啦 那就補好了資料以後 我們再約時間面談 沒問題 今天謝謝你了 那我先走 好 慢走 不好意思 謝謝 喂 李董 我已經遵照您的意思 先生小姐離開了 很好 算我欠你一個人情 謝謝了 媽 你找我 黎珍 你今天約了劉主任還記得吧 是 我現在就過去 那就好 記得跟劉主任說你是我媳婦 這樣他就會特別關照你 是 我知道 自己要小心 謝謝媽 陳上安 陳上安 你叫什麼 那你叫什麼 你怎麼會在這裡 感冒 標準的後部擔心 要不真難過到不行 我真的不會想來找醫生 沒了 你不會感冒了吧 沒有 我只是來做檢查而已 你臉色看起來好蒼白 你還好吧 沒事 我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 走了 你小心 周三恩 周三恩 你要怎麼回家 車停前面 我騎車回去好 不要騎車坐健車吧 沒事 我可以的 確定 要帶掉了你都不知道 騎車在路上 要是突然有小朋友衝出來 然後你不小心走 好 我聽你的 我搭健身回去好不好 走了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喝了那麼多免費咖啡 也讓我回饋一下嗎 可是 我是逛逛看醫生嗎 不急 改天再看也沒關係 其實 我一點都不想來看這個醫生 是我過過要來的 結果就碰到了你 我想這次向天給我再一次 讓我為的機會吧 小心點 頭 慢慢的 我們要不要點個水果盤 這個飯店的起司蛋糕還滿有名的 要不要來一片 不要 其實這裡不錯 這個飯店有很多的紅酒 媽 這個紅酒 你是在介紹這家飯店嗎 我這裡很熟 好了 你喝你的咖啡吃你的蛋糕 我會事務所的 少婉 媽想你 你就不能多給我聊一聊嗎 一尊最近好嗎 很好 你有沒有覺得他有什麼地方怪怪 你又想問他找工作的事 這件事我們已經商量好了 你們不要再把錯怪在他身上 好嗎 不是 是我今天到勢力醫院去找那個 媽 我知道你跟爸都擠得抱孫子 宜正已經很努力要再懷孕了 不要再逼他了好不好 好嗎 懷孕又不是一針一個人就可以做主的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都在工作 沒事早點下班回去陪陪他 我最近已經盡量早加班了 其實 其實 你找我出來就是要跟我講這個嗎 也不是 我只是要跟你說 多關心一下宜正 你也知道沒有孩子 你沒做啥事 有時候女人太寂寞了 她可能也會交錯朋友 或者是去了一些不該去的地方 謝謝你 你最好呢 也得搞清楚一針平常的作息 要連自己老婆在幹嘛都不清楚 應該怎麼樣也要好好努力一下 先道歉 溝通 然後把話好好講開 坐吧 GO 走 對 對 這位是沈小姐 我女朋友 妳好 我差不多該走了 謝謝妳的外套 我去倒杯水,讓妳先吃藥 喂 幹嘛 聽起來很冷淡 妳打電話的時候吵架的 奇怪 我是不是能打電話問一下我男友 現在在幹嘛 原來是來查勤的 妳這工作狂不是應該好好努力 工作打拚的嗎 而且妳平常工作根本不會想到我 妳今天怎麼突然那麼閒 妳今天是怎樣 妳的語氣真的很差 我打給妳只是想要跟妳講說我 那妳要我怎麼樣 放鴿子爽約的是妳 出去不見好幾天也是妳 難道妳要我跟妳道歉嗎 我只是打給妳想要問妳 妳還好嗎 我很好,好得不得了 那妳現在在幹嘛 我去書店找妳好嗎 不用了 我跟小莊在攀岩 我就好叫妳搬吧 我今天不用加班 謝謝 謝謝 好適合開始 妳要走了 差不多了 吃得要 休息睡一下吧 好 那我先走了 我眼中的你 年华美丽 盛开如是黑 别害怕去 去喜欢你 你的样子 我说也让别人的错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突然想到我先生今天又要加班 现在回去也是一个人 所以 所以我决定留心来帮你做晚餐 你应该很饿了吧 我是很饿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留下来吧 我希望你留下来 好 那我先去做晚餐 需要点时间 你睡一下 好 是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最好也得搞清楚 一真平常的作型 要连自己老婆 在干嘛都不清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亲爱的 我以前认为 诚实是维护两个人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如果诚实 会揭开商人的真相 那不如就说谎吧 因为我终于明白了 灰鹰走得越久 每个人身上藏的秘密就越多了 学会说谎 学会假装淫妄 忘记你曾经跟别的女人偷情 我发现既然是维护婚姻的必要条件 只能讽刺 亲爱的 我突然也想告诉你 我想离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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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很香 我来想想看吗 一只转一只转来的舞步 去了三小有孤远的迷路 一度看成家的屋檐 却只是斜角处 一只转一只转不舍缺乳 小聪明大糊涂宁可盲目 盼泪水面对分岔路 祈求爱会停住 浓雾中对一道热处 只迎着迷惑的脚步 迈开让一人害怕的心 偏然起舞 生命中一次奇迹 掩饰沉浸 默契 像一只河派的双人舞 在水前拥抱 辛苦忙碌 一天就平复 海起床看见微笑 带来心跳艰难 把空当收获填满丰富 梦中那衣物 穿上摆上领服 微笑美满地哭 你醒了 来 来 来 猜话什么 没有什么 你饿了吧 我煮了一些牛肉粥 吃一点 好 原来我睡觉的时候 是长这样子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随便画了 已经很多年没有画画 都生疏了 好 为什么不画了 就没什么心情吧 再说画画是很需要靠感觉的 当我决定要当个家庭主妇 就不再画画了 因为画画的时候 会让我想起建筑设计 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待在家里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突然很有画画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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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什么 触碰伤口 我说 别让别人的错 惩罚自己 反复绝痛 一生之中 那未知的曲折和寂寞 让人胆怯 让人折磨 时光的手 将未知的过程 换来结果 会让痛苦衰落 一生之中 那未知的幸福和富有 别怕期待 别怕拥有 用自己的手 将未知的过程 换来结果 终有 值得 紧握 终有 值得 紧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